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边干活边蹦迪 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冷嘛 在那儿施工的时候 大家都动得不行了 于是呢就把这个车上的音响给打开 特别大声 然后每个人都开始蹦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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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跳一阵 这样身体稍微暖和一下 然后继续开始施工 你说那个少数民族爱跳舞会不会也是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天气寒冷 我觉得很不是 而且我们当时去了这个云南的时候 去了一个藏族的家庭 家里啊兄弟姐妹都是能歌善舞 而且我感觉到他们那个舞蹈都挺激烈的 这个有奔跑式的像骏马一样的 这样特别激烈的运动啊 还有大声的歌唱啊 而且呢为了防止紫外线的灼伤 因为海拔很高嘛 所以不停地要抹防晒霜 要擦口红 还要打伞 当我们看到在一个施工现场 很多工人拿着镜子照着 然后往脸上涂东西的情况 那肯定是发生在青藏铁路的那个施工现场 因为紫外线太强了 而且你想想 这个老爷们都擦着口红在那干活 多有意思 然后没事还蹦迪 去涂防晒霜 在青藏铁路的施工现场 还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会发生 经常会看到有些人在那干活 施工 还有一些人在这些人周团团转 仔细地观察 仔细地判断 监工 不是监工 是医生 为什么说呢 这个医生要随时观察工人们的情况 在那可能一个小小的感冒 一个小小的症状都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有时候这个工人干着活都被看烦了 老盯着我看 其实人家医生是要观察你的状况 随时判断会不会有危险发生 有人就跟我说过 你去西藏的时候千万要注意 一定不能感冒 很容易引起高原的脑水肿或者是肺水肿 很容易夺取人们的生命 没错 工人们克服了这个高原反应 保证正常的施工 这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刚才恩太也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就是动土上施工的技术难题 从1961年开始 中国科学院就派专家建立了观测站进行动土的研究 有一位科学家名字叫王湛吉 他是常年在西藏工作研究动土 而且最后死在了青藏高原 在死前他留下了遗嘱 希望把自己就埋在青藏高原上 一定要等到火车从自己的身边开过 后来王湛吉的儿子也参加了青藏铁路的建设 把铁路修到了父亲牺牲的地方 就是这些专家经过40多年的专心研究解决了在青藏高原上动土施工难的这样一个技术难题 为青藏铁路的顺利施工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保障 我们说到修这个铁路 青藏铁路花费了很多功夫在环保方面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大的工程开工 很有可能会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 可是青藏铁路一开始就想好了这一点 它们是怎么保护的呢 建铁路之前 先把这个铁路周围的那个草皮先走 保存起来 好好养着 建完了铁路 再把草皮移植回来 就光这一项工程就花了两亿多元 但是我觉得虽然耗资巨大 可是这项花的值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自然环境是无价之宝嘛 除此之外 青藏铁路还考虑到了野生动物们的生存环境 为了不让这个铁路的开通影响到了野生动物们的自然迁徙呢 专门开辟了野生动物的通道 青藏铁路目前已经通车了 北京西藏每一天都有列车发往拉萨 给大家介绍一下 48个小时就可以从北京到拉萨了 它的普快 硬坐票价是389元 成都 上海 广州等城市都可以坐火车到拉萨 以前去西藏挺麻烦的 去的人没有现在这么多 青藏铁路开通了 去的人就更多了 我想这样也会刺激西藏的旅游业 给当地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发展 没错 专家就预测了 以前每一年大约有3万人进藏 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 每一年可能会有40万人进藏 我就是其中40万分之一 我今天做了这个节目之后 我准备花上389元票价 买一张硬坐票 从北京西藏出发 在48小时之后 我在拉萨会跟你联系 那我先坐飞机 先去玩会儿 再等你 你受不了坐飞机 你中途还要停一站在成都 真是有机会 我们可以去西藏亲身的感受一下 如果有条件 有时间可以坐火车的话 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了 那接下来进入的就是我们的 历历在目 历历在目 我们说的还是去年的10月15号 来看一下图片 这是在澳洲的塔斯玛尼亚海滩拍摄的 鲸鱼集体自杀 鲸鱼分成好几波 几十头几十头游到岸上来 然后搁浅在那里 如果不及时的去抢救的话 鲸鱼们都会死亡 目前的这个鲸鱼集体自杀的原因 至今在科学界还是一个谜 一般认为是一些海滩的地形影响了鲸鱼的导航 使鲸鱼误认为海滩是一片开阔的水面 当它们游过去之后 却发现已经上了海滩 没有办法再回去了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听别人说的 当然还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说是鲸鱼对这个电波 对各种频率都很敏感 你说海底有潜水艇 周围还有各种各样的频率 电视发射台 不讲机 各种信号 然后可能现代的工具越来越多了之后 通讯的器材也很多嘛 所以影响到了鲸鱼接受这种电波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生理机能 让它让它可能很痛苦 甚至就是真的它们想自杀 它不愿意再活下去了 就有点像我们人类感觉到了好多噪音一样 没办法在这个环境当中待下去 那我得劝劝它 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是现在具体的原因还不可考 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这么多鲸鱼一波一波冲上海滩 很可怕 比如说这次就是几十头几十头冲上岸 那么你去救那么一两头 可能它能活下来 它大部分其他的鲸鱼就来不及退回到海里 但是现在人类也在想一些非常积极的救援措施 比如说在鲸鱼曾经大面积出现集体自杀的海滩上 它们就会安装一些监控系统 这样的话可以及时监控到当地海滩的情况 以便于及时的救援 我想这是一个措施 还有一个就是最主要要找到它自杀的原因 对阵下药 我觉得可以设置一个大的机器 大的机器手 鲸鱼上来就拿个机器一个个抓回去逛 不是你这会把它捏坏的 来不及推嘛 是太危险了 最后我也在想 能不能有及时的水出现 把真正的这个沙滩变成大海 它们向往的大海 那你也把那沙滩给淹了 这个人们的生活呢就受到影响了 反正我们现在的想象力还是有限的 还是抓紧时间找到原因吧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要到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翻阅日历 再见